大脚心讯息 我们知道,在你们当前生活的这个时期里,似乎人类总体上做得没那么好 然而,你们在个人转变过程中,释放和解构的一切都在浮上表面 当某件事物浮上表面时,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选择 你们可以选择正视它,也可以选择忽略它 你们可以选择为其感到羞耻,也可以选择从中成长 你们可以选择把它看作是你们自己的错,也可以选择把它看作是别人的错 有很多角度来看待此时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然而,由于你们正处在一个知道,自己正在经历大规模觉醒和巨大变革的时期 你们必须能够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你们世界的情况 为了从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受益,你们必须能够看到大局 这里所指的大局是你们正在扬升 在扬升的过程中,你们正在释放掉那些不再为你们服务的东西 你们正在释放那些一直以来都是黑暗,沉重和隐藏着的东西 所以,当任何事物浮上表面一遍被看到时 你们必须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以一种最有利益你们自己和人类的方式来看待它 否则,你们就是在抗拒它,而它必须继续保持原样 直到你们停止这样做 那么,你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宇宙被设置成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呢? 好吧,你们就是宇宙 你们就是源头,你们就是一切 所以,无论你们抗拒或抵制的是什么 那都是你们自己 你们注定要成为爱 你们注定要体验无条件的爱 因此,当你们把一切都看成是自己 去拥抱一切 并最终爱上一切 然后你们就可以继续开展其他的精力 这就是为什么像今天这样 抵制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任何方面 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好处 即使你们不扬生 你们也无法仅仅通过抵制和反击来改变任何事物 你们最终还是要进入内心 找出你们不爱自己的哪一方面 然后你们可以审视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信念 自己的评判 以及他一切会加剧 你们不爱和不接受某件事物的东西 当你们释放了所有不适合你们的东西 那就是你们自然而然的 上升到更高一个层级的时候 一直都会有更高的层级的 总会有更多的东西让你们去爱 并且让你们在爱中成长 所以你们不妨如其所示地接受眼前的一切 并寻找方法以使你们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你们当前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环境中成长 我们知道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做这些事情 我们能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只是想提醒你们 你们所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进 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并且将继续变得更好 这是由于你们所做的工作 也是因为在这个扬生的时期 我们都在整个多元宇宙中被提升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我们下期待